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公諒 吳紫濤,這個環節有Stanley,你好 多提大家,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題問題專家的意見 或中問題電郵,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WhatsApp-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都是做直播 大家可以分享影片,有問題留下留言 今天人會盡快解答大家 看不看市場,都是偶住偶住 今天20756點,跌41點 國際指數跌21點,7125點 大市成交647億多 看看今早市場下降 內房今天都是繼續堆 但下午回來,起碼我見到一隻碧桂園 剛才倒升過 現在3.6.5元,但龍湖那些仍在跌 但跌幅叫做收窄一些,跌大約6% 中海那些仍在回落 但仍在23元這些水平 下午市有沒有啟示呢 內房都開始,我還以為它起碼會多多幾天 雖然我自己有課,我自己有個心理準備 繼續堆,要捱,捱,繼續捱 但這樣屈上來,我本身都跌幾多下 看看哪些,中海都好像跌了少 不過這個板塊 又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消息 說怎麼救啊,怎麼幫啊 好像完全沒有 我想現在情況是怎樣呢 現在最主要就是說 究竟樂電方面 究竟官方方面有沒有多些消息 因為現在,其實呢 我想在某程度上這些時間 現在正在演化 銀行的風險 你說現在是不是又很大呢 我覺得是兩看的 因為現在暫時你看 就是剛剛看中午的時間 很多銀行都公布了 大概自己那個叫那個 就是這一份可能涉及那個 那個金額 甚至乎那個叫面積那些 它又大概說到 可能牽涉到多少個單位 應該就看它們的口吻 就應該不是很大的 好像剛剛來 如果是看好像輕業 農刊 跟著建漢都出來說了 但是當前部分的地區 停工和這個門站 看一下先 門建這些 就是什麼風險 涉及本行的規模較少 風險是可控的 我都相信現在 其實你說這些的影響 應該是真的可控的 但是只不過你是不知道 那個牽涉的範圍 和究竟之後的時間 那個影響有多大 因為其實呢 現在好像今天大那個影響報告 那影響報告就類似 就是現在牽涉的單位 大家自己粗略去計 大概是百多萬個 其實你聽上去 就不是少的 都多 都多 但是當然 我們這麼大 你計算一條數 可能就好像不太厲害 但是只不過 究竟那些行本身 它那個可能 因為如果你看到 有些大量的估計 如果哪些銀行 那個叫做這一範 那個叫做exposure 最大的 其實是建行 建行和平安銀行 那兩間 如果建行的話 差不多有兩成多的貸款 是來自這一範的 所以如果真的 假設 當你全部有問題 那當然是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 基本上是好看 那些地區 因為每些地區 是真的 可能是很多 那些 可能是轉工 那些情況 那我想要逐個地區 逐個地區去看 但是呢 目前路上就是說 這個問題其實 都幾複雜的 其實你要怎樣去解決 這個情況 其實很難 因為今天早上 跟Kiwi都說的 他問這個 就是 我回答他 因為你想想 如果假設本身 這個盤 可能已經說 可能他已經 已經是 就是可能 他都要斷網 就是調控了可能兩三年的 那你現在要找人接手 那你用什麼價錢去找人接手呢 那接完手之後 那究竟你說現在 那些叫做 那些人的那些錢 就是可能我現在去的那些 那些 那些按揭的那些錢 就是是不是銀行貸款給他呢 還是銀行袋呢 那些有很長時間爭 而且你可以說 我想也有很長時間爭 因為原來有點誇張 因為聽好像現在 內地的消息 原來那些樓盤 就是有些爛尾樓 原來有一些 已經丟空 現在已經丟空了 已經停工了 兩至三年的 甚至乎有一些 現在變成了什麼呢 變成了魚塘 就是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你想想 如果這些 軟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還 是不是又再起過呢 還是怎樣呢 真的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其實現在 你可以說 在現在 暫時來說 就看一下這件事 怎樣去演化 還有究竟看一下 多不多人 究竟官方出來 可能說 那個方向是怎樣做 如果你有的話 可能氣氛會好一點 但如果你不是的話 究竟怎樣收拖 都真是不知道 從這個 統治者的角度去看 這些不是應該速戰速拳號 怎樣 你再繼續發敲 你之前有封城搞到民怨沸騰 現在有些什麼河南銀行 有擠提 你再加上這些 這樣的難免 這個問題 這件事很難拆 影響太多 但這件事難拆在什麼呢 就是說第一 因為很簡單 你當過樓盤之前的時間 你是恆大的 是 你現在很多人 可能之前 可能賣樓花這樣 你已經是pay了些錢 也都可以說 那些錢就比較恆大的了 按照你層樓 就是歸於業主的 但是按照你業主 都要公案 揭回銀行 但問題是說 現在的錢 就恆大雲代財了 那 彈東西就放在這裡 那 你找不接的話 當我找中學去接 中學的問題是 他接的時候 第一 這個款 賣錢 我不會用原價去吃你的 這件事很重要 有時間去談 第二 當我吃完之後 對中學來講 那些錢 是不是歸他 是 這是有想的 第三 是說 假設一間銀行 對中學來就好些 因為他本身的財政狀況 比較好些 但如果去吃的話 會不會突然轉 他又不行呢 很多樣東西 我想 只是說一個樓盤 不是說這麼多樓盤 一個樓盤 都已經在這樣的情況 還有是說 假設你那個樓盤 那個地區 你是在上海的 大家當然要搶著去搶 都不算搶 是 如果不是你生卡拉的 那誰跟你去接呢 其實你談到這種情況之下 是很難解決的 但現在的問題是 有沒有一個大到不能倒的 還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不是 有 因為內房 其實按道理 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如果你看回去 最新的一些說法 是那個 叫做 產業鏈 並且GDP是兩至三成 那你如果假設它搞不定 其實那個衝擊會很大 但只不過 真的你要解決 剛剛我所說的問題 其實你 真的難察的 但我在想 是股價現在反映著什麼 本身它還不再搶下去 現在你起碼沒有 沒有搶得那麼深 不是 不過現在是這樣 有些衝勁 快點一錘定音 看看怎樣解決這件事 不排除會大 只不過你說這些板塊 其實過去這一段的時間 不是沒有試過 突然間好像又好好的 那樣 問題是現在市場 兩萬零七百點 那時候上一次的低位 都不關事 18點才去到這些位置 是 但是不關事 現在最主要是那個 你說這件事 其實你以往的經驗 就是說 他們那些事 那些又很愛超息 其實有時候沒有特別的超息 它都可以突然間自己炒上來 我覺得是像這件事 其實情況像什麼 像昨晚的科技股 就是因為那些科技股 其實你想想 昨天那個美國CPI行的 其實按道理 你預算加息 會繼續加的 是 但是昨天那些科技股 沒有什麼的 還有一些是升的 就是為什麼呢 你只可以說 是昨天大家 因為預了它會加息 就是預了美國會加息 所以你變了出來的時間 你見到預算沒有什麼 還有這些 就是嚴格上的話 它核心的CPI 是回了一些 就是它真的會跌倒一些 但是問題是 你加息的步伐 你不會慢的 按道理你都會繼續加 所以如果這樣算的話 其實科技股這一刻 但很明顯 都是似乎 都是有點虛貨的 但是呢 有些那個說法呢 就是你講開昨晚那個CPI 有些說法就是 它是大數升9.1 但是呢 那個問題就是 它沒有反映到 現在油價都回了一些 是是 這個快的說法 它還沒有反映到7月 才可以反映到 我同意的 和現在 美匯其實昨天都不是很強的 是 雖然大家為CPI這麼高 應該期待那個加息步伐 或者加息那個幅度是 現在去到1厘 現在去到1厘 是的 可能到1厘 但是市又不是很跌 但是 那個匯價 就是美匯 又不是說 爆升上去 會不會是 就是這次的CPI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是差不多見頂呢 不是 我不反映這件事 甚至乎 如果以回去 6月份那個 就是插一條數來看 它那個叫做 資源 那邊那個的升幅是厲害的 其他那些其實在某程度上 你可以說 那個升幅相對比較溫和 所以那些下一個回合的時間 就是下個月 可能7月份那個CPI 你下去回 就是回分下去 其實我覺得 一點都不出奇 就是真的回分下去 不出奇 但是只不過是說 回那個幅度 是不是可能 可能突然間說 由現在去到9點1 突然間去到6啊 5啊這樣 機會就真的不高 還有你也可以說 如果假設 就是中暑動是這麼高的時間 聯絕局那個加息的部分 其實你不會特別慢的 就是變成了其實現在 你如果說昨晚這一下 大家就稍微 它就好像鬆蠻口氣 還有剛剛我提到 是那個核心CPI 它那個好像是現在5.9點 那是 叫做比預期低一些的 變成了大家可能覺得 都好像又不用這麼擔心 但是那個問題 只不過就是剛剛提到 就是說 你那個加息條的trend 其實你想一下 現在的資源怎麼估計呢 是估計現在加 即是今月 加1厘 又經加1厘 之後9月就加這個 75 75 之後就好像停一停 那下年開始減的 但是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 你不會那個周期 減得這麼快 但是那個問題是衰退風險 現在就是 因為那個衰退風險 是因為衰退風險 所以有才會這樣壓著壓著 所以現在你說 究竟現在這一回合 是不是真的會這樣閒發呢 其實變數真的很大 還有油價呢 其實我昨天先和朋友聊 油價升其實對美國不是沒有理的 其實是有理的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它現在 突然轉 因為歐洲現在說明 都好像德國 它不是說不用這個 俄羅斯的煤炭 那些東西 其實按道理 全球裏面來說 哪一個國家是有能力 可以叫做現在 叫做很多能力的出口 其實是美國 所以其實如果你這樣 那個價格上去 反而美國 賺會價 賺了油價 這個東西 所以 其實整件事 是很複雜的 我想現在 要拆這個局 都還要再看 但是883呢 你看那個股價呢 它真的穿了100天線之後 真的不是好 弱些 對 真的弱些 你說現在的圖 這樣的話 又不會再伸手去接 但是它這數是真的很高 我都15、16萬 再加不加 只不過要加它 要加9、4天 9、4天就是安全 油價會去到什麼位置 你猜 現在都100元都穿了 是 90兩這位置就OK 而且最主要是 今天拜登說去中東 油價應該讓它 這一下大家可能有些憧憬 憧憬 可能油價有機會 這個供應量會增加 那也會導致一點 但是問題是 根本上 中東都不是現在 不是不想很增加那個產速 是根本上沒有能力的 他們自己都不想加拉的資本 開始去做 那變成了 整件事不是那麼容易拆 但是你說 美股那邊都是古怪的 不過 沒有啦 你這個星期開始 那些公司就出業職 那又看看 那些季漆出來 看看什麼狀況 不過都 都似乎 大家看起來都 都覺得不會太好的 這個市場 如果要說 又跌回多一點 是呀 150點 如果我們之前 內房呢 其實跌回多一點 現在又跌回多一點 要看A股 A股現在 上證到跌 不過迫伏都很奇怪 其實 迫伏 我 今天早上 剛剛有一次 差一點度 都上去 即是剛剛轉頭 迫仔也是 2007其實也是 現在2007 我之前不是經常說 市商頂商頂 現在來到這些位置 如果穿埋2078 就像你那個雙頂的 是嗎 如果穿埋2078 這些又下去2萬 現在還要越墜 我下回2萬 2萬了 是呀 我那些賣人股 賣人股 賣人股最深得下去 所以 你現在回到市場 大家之前的時間 都覺得 可能都覺得 很多變數 很多東西 其實已經是衰衰的 再加上現在賣人股 很多腳 真是煩 而且賣人股本身已經 沒有升過 是呀 沒有升過 但是 之前大家是覺得 是讓你 但是這一轉又不止讓你 這幾分鐘 這個房地產風暴 終於燒到下去 嘩 現在是怕 直接是那些不碰的 銀行 都 太大 就是那些什麼 村鎮銀行 是呀 而且那個還要不是 那些銀行體系裏 是呀 是呀 其實真的很嚴重 所以你見今天 借郵柱刊跌得特別多 其實不止 那些平保 也跌得很多 平保跌得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平保 第一 我今早都說的 華夏幸福那壇 都是樓市 是 最好樓市 有些問題的時間 它一定差 這是第一 第二 剛剛說 有兩間銀行 比較大方面的 那些風業那些東西 一間就是建行 平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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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它的 是呀 所以你想一下 那你怎樣 那你沒辦法 所以今次說不止 因為拼平保 我一定沒有拼 我簡直是有點後悔 我五十五元沒有走 它 輸一元就算 現在輸越多 是呀 不過 又不是沒有捱過的 是 我捱過的 但是現在真的不撐住了 不過 Tony說二三百元也是 現在你電力股 這一刻跌得厲害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消息 因為我現在看到一隻 914 就是龍遠也跌得厲害 剛剛這一刻跌多了 那些電力股也不行 都是被人們highlight它出來 是不行的 是那些 不過都不是傳媒都是 902的7% 是呀 這個真的 那366%也要跌多 這下真的搞笑 不過這下可能已經去到 可能不擔心我經濟層面 我剛才就立刻在想 是不是擔心大陸的經濟都不行 應該是 應該是 那些用電需求 你看看A股呢 是 在那個高位都倒水下來 特別是 是 現在還要倒跌 現在看那個小 都要像是那個 經濟狀況不行 所以我不是說 其實你要速戰速決的 你越發酵越大 其實對你政權都不穩的 現在 所有東西是民生 民生相關的影響的人 實在太大 恆生都跌4% 是嗎 我都沒有看一些 因為輕業銀行 就不關事 本地銀行股 沒有什麼 但是跌恆生 對 只是跌恆生 2-3% 因為輕業呢 我都不肯定 輕業做什麼 輕業又有大陸樓 內地的輕業銀行 恆生以前好像有入股 但我忘記了它現在有沒有拿著它 這麼大鑊 我先研究一下 因為恆生是 如果它有股份 都應該不會很多 至少它不用拿了盤 爛數上升 是嗎 都兩看 輕業 我先看看 我忘記了恆生和輕業現在還沒有關係 因為我印象中好像之前 那時候跌了 20555點 跌了243點 馬上看穩固的股份 941 5號急鎖 哪有急鎖 哪有急鎖 5號急鎖 238急鎖 沒有啦 不要嚇人了 嚇人了 現在突然間被你這樣說 嚇人了 204的位置會不會都失手 對不起 已經失手了 賣了 賣了輕易的 應該11會堆這麼多 對 為什麼呢 有什麼隱藏訊 我們還未發現 真是有趣 但只有23 但如果現在試鎖 其實這幾天都堆了很多 試鎖 看看 不過你沒有的 你想回頭 玩一些穩固的東西 但你這幾天本身又真是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試鎖 暫時很奇怪 你見一隻 你還有一星 騰訊又跌 然後尾團那一堆 我都跌下去了 那些科技果 剛剛這一層也叫我頂得住 現在都不行了 不過真的可能跟整個大文景 那個影響有些關係 好像是 又玩 其實沒有那麼玩 不過我想現在才來 又玩一些穩固的東西 又沒有傻 怕太遲 你這些應該是未與籌謀 晨祖已經22,500的時候 可能你買好一些穩固的東西 袋在袋裡 不過這一下 老人鼓這一下 真的要想想 想想 那個情況 是否去到 你剛剛說 失控 還是搞不搞定 如果你覺得 是搞不搞定的話 要搞搞不搞定 它真是 複雜 我覺得複雜 這件事 我又拆不定 直接局 中科學的合併 又是 不是 那你要說假錢 不是 我想說一件事 你不是當 四大學 中科學 人行 整間 整間 那些什麼 好像資產 賣賣公司 以前那一隻 買賓能資產 那一隻 蛤 蛤 他買不買得到這麼多 有那間 類似貸款 給房地產商 很大的 他們去買收好些東西 因為銀行按道理 不能直接持有這些東西 那你就經過方法去做 但是 你有沒有那麼多錢 你有沒有那麼多錢 還有牽涉的東西 會有很多 但這樣計算是想不定 想不定 其實是要沽 沽個屎 你沽什麼 你沽些內房 你沽些內銀 讓沽一點 如果你這樣想 剛才那樣談 那樣談 冰桑 那你想不定 好像一想不定 還有有人說 降準幫不了手 不行 完全幫不了手 幫不了 幫不了 減息也幫不了 是啊 你這些是壞帳的 最大的問題是 你這些你減息 不等於塵樓被起出來 是啊 你這些塵樓是 一塊爛地的時間 你要建 你是要找人去搞 但是 我簡直是 我越看這些 我不知道大陸人 看不看到這些新聞 我越看越覺得 會動搖到政治的穩定狀況 那他一定壓住的 那真的 really 壓住 那我壓不住 現在拿了血汗淺 是 但是沒有說壓不住 只不過 你現在想想一下 下的情況之下 似乎真是 這一壇事 一鬧到銀行體力度 就變得很複雜了 2022的一小 不是2022本身 他也不算一小 其實萬科和中海外 和用地比的話 其實是相對比較差 已經跌了下來 所以今天就跌 但是他今天也跌了比較多 六八八那些有沒有跌得多 六八八也是 他算硬正 六八八其實最好是他 算硬正的 不是啊 减色也沒用 減色對你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說 很簡單 我也是那句 你減色 但是層樓你還沒建 你減色什麼用 減色不等於層樓可以建出來 現在就是說 那些項目難理 那些人都不供 那些問題 那些人都不供 減極的息 我都不供 息本我都不供 你層樓都不見到 我都見到層樓 我現在是 攬炒 其實現在大陸那些業主 是攬炒 那些人都說 我什麼算用那些不理 但是問題是 因為那些人都不在 不存在 你供的樣子不存在 你也很難叫人繼續供 是呀 繼續輸多一點 要說不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為他這麼著重 政經的穩定性 他沒什麼可能不出手 我覺得他想出 可能他還沒找到 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KO這件事 真的比較難想 除非你找到一個情況下 就是說 找一個人 或者一個機構 真的吃光 或者分開 就好像美國那時候 什麼防利美 防泰美那些 類似的那些 你把他吃光 不是因為 就是狂印銀子 是要這樣做的 因為現在你其實沒什麼選 就是有一個問題 除非你真的找到一個人 找到一間公司 願意幫你吃了一些辣味盤去 意思就是說 錢你可能沒有怎麼分的 但是你要幫他 起一層樓出來 國家任務 沒有 我們經常說內銀有很多國家任務 其實內房 大那些都可能有 如果是的話 就變成狂窟 就變成狂窟 狂窟也犯了 不問價狂窟 真是任務 那些內銀 內房不能玩 又拖到市感 所以今天可以升一些 醫療板塊 B股 今天可以升一些 新科股 是啊 916 又是很厲害的 但這些真的沒有原因 除了純粹以那個角度 是用電量 反而大家怕經濟差 影響這些之外 沒有特別原因 是沽 那些新科股 為什麼可以升 我就是想到 因為放它們 不需要用到錢 我也是 我只是放而已 我政策放鬆 我不需要用到錢 來救他們 還有之前有些公司 真的相對之 是有些比較好 騰性 騰性股跌了 說笑 騰性股跌了 騰性股跌了 那些人很喜歡 對 這個波幅這麼大 是啊 但是你說今天升101那些 對呀 升這些 還有看車 那些車今天都會定一些 起碼比亞迪定一些 比亞迪是真的 我覺得那天 2006那些位置 又可以想一想 嗯 就是2005 2006那些位置 我覺得OK 但是如果你說 其實連經濟都不行 其實車 你新能源也好 什麼鬼都好 其實都不會買 我都是差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現在的情況就是 就是你 其實很多東西 就是一雲求一環的 嗯 你樓的重要性 是因為你能夠推動很多 不同的產業 嗯 就是可能你說一些 登陸對峙 是什麼 一副新戴嘛 就是你行樓的 傢俬啊 電器啊 Kickicklark的東西 你的車都是 對 就是你要到單位 有車的時候 自然你要買買車 就是這些情況 所以你說樓市一好 很多東西都不會差的 但是樓市一差的話 真的很多東西會搞不好 嗯 就是車又可能會好少 因為這陣子 都還有一些比較多的 政策去扶持 但是只不過你要拆 就是你真的要去 雞根就低了 你那個人的袋子 沒那麼鬆動的時間 你車也有影響 是啊 所以變成現在 尤其是樓的樓價跌 你始終對消費力 是真的 那些很大的打擊 對我們方面來說 所以變成 很多東西都是一環卡一環 是啊 所以現在這壇的東西 真的看它怎麼拆 你看到就是690 昨天出了 昨天出了 昨天出了什麼 加電下香 什麼智能家居 這些路路 今天都是要對四 沒有了 你其實 為什麼不升呢 其實你看了來房就知道為什麼 真的有關係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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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哇 今天這樣都跌4% 你怎麼會其他關市的產業 不拉下去 是啊 所以這些其實真的有個根據在那裡 不是開玩笑 哎 這個市場又跌回少些 跌少成100點 但是 因為那些核心的升 那些科技股是真的 沒有什麼的 全A股也沒有什麼改善 那些人呢 現在是倒升的 現在是 那些科技股是今天就反而突然轉 他們好像 科技放寬 給你們打機 又不用錢 應該就不會了 這下應該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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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這件事真的挺古怪的 真是 不夠膽做任何事情 是的 不夠膽指示 最慘的是這件事 你好像明知道有很多 很多壞事會發生 但是你又看到那些事 有時突然間又跌不下 你又不知道有些什麼 特別 有些什麼因素出來 嗯 是啊 Cavin說得對 售類的股份 其實數量是多得都 這些板塊 你真的 你都幾多 因為你是宏觀經濟出現了問題 是的 你一個內房搞不定 整個宏觀經濟出現問題 所有你手機都不必會買 但消費力都會有影響 是啊 今天是2018 我為什麼看消費那些 它有分拆 是的 有東西拆出來 2382 而叫做OK 叫做OK 這些都算了 這些其實你 拉一下拉下去 你假設那些車都是影響的 是啊 其實你overall 所有的消費 體育用品 是啊 所以Cavin 你不用刪除它 其實OK 是真的 全部都是會受累的 煤 說了一些資源 煤 煤反而硬直 煤反而硬直 對一些資源 其實你 不過其實很有趣 對 如果這樣算 其實電力股都不行 你會 煤加升 不過你可能覺得煤加 可能有機會還可以吧 但overall 有些什麼 如果我們猜 美國那些CPR見頂 美匯差不多 嗯 有些什麼資源股可以想 沒有 因為按道理 其實你現在 你怕經濟出去 對 經濟出去 你怕這件事情 所以都是沒有想 金呢 金都難 因為現在其實 你會覺得 美匯指數會大跌 會跌很多 如果不是金 其實你現在 這一轉 其實金都跌得挺厲害 因為你的美匯指數太強 你太強 其實 之後的時間 你又算怎樣也好 你的美金高息 其實是 你的息高 其實比你選擇 零萬美金拿著 放在這裡 收息好過 我覺得是這樣想的 等它加上這些資息 我都會 美金定期算 不是開玩笑 941不可以 可以啊 我覺得可以的 那些都是這些 我只有一段時間 都是這些 對 49元 安全的 它這些是最安全的 輸就輸不了 對 輸就輸不了 而且這些 你輸下去 它的息數應該可以蓋回 所以這隻 反而安全 這些市況之下 這隻是最安全的股份 為什麼 是因為它本身 它的性質 它的特性 就是它的業務 是很穩定 cash flow也很穩定 基本上 除非內地改的電動政策 現在應該不會特別改的了 如果它不改的時間 它真的會很安全 有沒有一些穩定的事情 還是現在應該要 射出 即使這樣堆下來 現在不是 現在那個尷尬的話 是 好像剛剛講的那些 我們剛剛這一節講的那些情況 即是你要說服自己 拆不拆可以 都要拆不可以的時間 可能不買 我們低智商新聞 可能一些高智商 高官想到的 讓它想到才出手 真的認真的 你知道是你們的政策的 你問我都可能想找些原因 想找些東西 可能加著買一下 但是現在好像 好像都買不下手 那樣 真的 多數人害怕的時候 不是就是要貪心 真的 不過問題是 那個成交都不行 而且我們又不是很害怕的 你說我都不是很害怕的 只不過是想不通 想不通怎麼搞 可能很多人熬了那些 千多二千點 是 沒有很多人熬了 是啊 明早做什麼事 什麼事 明早有沒有什麼經濟數據 不是星期五才有大陸GDP 好像是 今天星期四 明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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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過去沒有什麼 大陸GDP 會不會 即是內房的風險 或者內房的情況 能否反映到 那些 還未 反映不到 即是第二季還未反映 是啊 所以都未必 不過不知道它會有些訊息出來 那些我都未必會 是啊 你都是說明天的GDP 不過大家本身都是說 看著昨晚你的CPI 但其實你的CPI 出到來 你看到大市 影響都不算太大 暫時是 暫時是 那麼詳細的分析 待會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我們再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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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